这道试题的重点是透过有关于等高线还有延层的资料 那延层资料里面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延层的走向跟倾斜的资讯 然后要来判读延层的倾斜跟地形的倾斜方向 然后可以得解读出顺向坡的区域 基本概念就是等高线用来判读起伏 比如说我们很明显看到如果我们从假道柄来画一个坡面的话 它的地形应该会呈现一个类似这样的情况 就是中间凸起的一个小山丘 然后越往外围地势越低 然后根据图中所显示的是 延层走向是南北向以正常图来讲 而倾斜则是呈现东西向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概念的话 要找到顺向坡 它必须是地表的倾斜跟延层的倾斜是同方向的 那才叫做顺向坡 所以以这张图形来说 既然倾斜是往图的左侧这边 所以我们只要找甲柄这个剖面就可以了 因为绝对不可能是倚丁这个方向 因为延层是往甲的方向来倾斜 往甲的方向来倾斜 甲柄这个剖面的方向是倾斜的方向 而南北一定是走向就不可能是顺向坡 好所以我们可以大致把底下延层画出来 延层呈现向西边倾斜 然后跟水平方向大概30度 因为这不剩中 我们大概画一下就好了 也就是说底下的延层呈现的倾斜是 跟水平方向来比是往左手边来倾斜 那这个就是符合这边所画的走向于倾斜的图示 而这张图形当中显示的甲跟柄来讲的话 地表的倾斜可以从等高线解读出来 往甲的方向倾斜也往柄的方向倾斜 可是延层的倾斜是往甲的方向这样倾斜下去 所以对甲这一侧而言 才是所谓的地表倾斜与延层线同向的顺向坡 这一题要运用到延层的走向与倾斜资讯 然后再加上我们对地形的判读 然后来得到它顺向坡的结论 这一题有一定的难度 但看起来同学们也觉得部分都能够 一半以上都能够正确答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